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非常的简略 这个钱彤彤先生拿《春秋经》和《经传》做过一个比喻 他说类似于像现在的一篇新闻报道 当然历史就是过去的新闻 新闻可能未来会成为历史 那他说《春秋经》的这个文字呢 类似于今天报道的一个题目 一个标题 类似于这个一个标题 那么这个之后的呢 就是说这个传的这个部分呢 可能就是这个报道的本文了 他就比较的详实 要详背 这个事件人物 前后的因果如何 他会讲的比较细致 钱彤先生有这样的一个比喻 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或者呢用现在这个话来讲呢 就是《春秋》呢你大概 当然我前面也提到了 从经学家角度来讲 它是有所谓这个一字褒贬 是有意思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 《春秋》基本上可以讲是一个 以祭祀为主 这个左始自言右始祭祀嘛 所以它当然是祭祀为主 但是左传呢 像这样的传呢 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讲是一个 是一个叙事的 是一个叙事的 叙事就是它是一个narrative 这个narrative 既是只是一个记录 只是一个record 这个是一个narrative 这个之间实际上是有差别的 因为这个叙事呢 它就要把这个事实的首尾要记清楚 特别是所谓要呈现出这个因果 前后的这个关系 那么关于左传这部书呢 有很多很多的争论 在整个的中国的这个 清学史上是一个大问题 一直到近代 都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左传这个书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书 这个司马迁在他的这个史记里面呢 曾经称它是叫左式春秋 左式春秋 那么所以有的人就认为呢 这个可能它不是一个传 不是解析经的一个传 而是原来就具有的 原来一个完整的一部史书 可以说具有他自己特点的一个史书 但是一般的就是还是认为呢 就是说它是跟经是有关系的 但是实际上如果要仔细看的话呢 这个经传时间并不完全的吻合啊 左传纪的这个时代呢 年代呢 要比春秋实际上是要略长一些的 所以各种说法都有 有些人认为呢 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说法 就认为是汉代那个流星 流星啊 认为从流星从国语当中 把它割出来的 割裂出来 从国语当中割裂出来的 这个说法呢 这个其实一直到近代 实际上一直到现代 差不多大概七八十年代 出的那个书里边 也还有人坚持这样的看法 阐述这样的看法 但是呢 这个一般可能主流不太接受 基本上可以讲这个 从现在 起码从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左传这个书的面貌呢 是以春秋为这个纲目的 春秋金为纲目 综合了各种各样的史料 形成的一部史书 或者一部编年的史书 编年的史书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要讨论 要关于这个争论呢 实际上非常多 你们比如说可以去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像这个 关于左传的这个研究史 或者左传的这个学术史 这个都有人写过 那么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呢 左传的这个艺术是大大的进步了 跟这个春秋金是不能比的 就是说我们看的话 只看一个大标题 和你读底下的报道是不一样的 大标题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读底下的报道呢 你可以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大概是前因后果 包括一些细节都会有 所以从文学角度来讲 当然左传的重要性 是远远超过这个春秋金的 那么左传的 首先简单讲 就是说左传因为专门也可以 它那个叙事非常之有条理 实际上是很有条理的 有很多的人做过这个研究 非常有条理 而且它有它特别的取舍的 特别是取舍的 特别有名的可能就是 所谓的写战争的 春秋当然有一些 战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比如说这个当时情境的 这个摇之战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事情 但这个事情 如果你们去读 你们如果读过就可以知道 这个一直是作为一个 非常典型的例子来讲的 就是这个写这个战士的时候 其实关于战争写的 非常之少 真正战争的描述非常之少 它把那个前后的写的 非常的清楚 前后的这个交代的很清楚 可它一开始就是那一段 大家都会读过的 那个所谓简书枯斯 就说当时这个秦军要出去的时候 这个出兵的时候 这个简书就表示 说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实际上预料到这个秦军有问题 结果后来这个很不高兴 那个主帅很不高兴 就骂他那个话 忠受耳目之木拱影 就是说你这个活那么 就老而不死 如果你像一般人那么活着 你现在都死了 早就该死了 死了以后 而且你这个木上面那个树都长出来了 所以骂他这个话 先是这样 实际上这是一个不祥的 从我们现在读的时候 就是从文学的角度 就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是个仙兆 然后说这些军队 经过这个周 就是所谓周天子的那个攻城的时候 然后这些人就是非常的无礼 因为他秦实际上是这个算诸侯 对不对 所以他经过的时候那些人就是说 跳下车 马上又跳上去了 就是只是 只是完全是一个表面的文章 就这么过去了 表示他这个秦军的这个物理和轻挑 然后到后边 包括战争 战争他前面还有叙述了 战争非常简单 几句话就完了 完了之后 写到这个那几个将军 都是被秦军的将军都被抓住了 抓住了最后 最后是因为这个情境之好 因为他那个晋国的那个王太后的这个原因 把他放掉了 放走以后 就把这三个人放走 这三个人放走以后 然后就追了也追不到 其实就 他有 你这个故事如果看的话 因为我这里没办法仔细去讲 你看的话 他非常清楚 他有几个故事的段落 按照这个时间 几个故事段落 给你连续的表写下来 写下来 然后这个事情前前后后的因果关系都非常的明白 但是真正战争场面他写的很少 他几句话就交代了 基本上是这样 这种方式其实一个叙事特别重要 就是他需要一个 我讲是用那个话来表示是条理了 条理当然就是表示一个时间的线索 这个讲得很好 另外一个实际上就是 他是牵涉到一个这个 他这样牵涉到一个剪裁问题的 牵涉到一个剪裁的问题的 就是说你写什么 什么是略写 什么是重点写 都有这样的 你们那个 就是你们读到包括 这是中国史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 就是比如说 那个写那个史记 然后到后代的那个史记 我上次也提到了 司马迁是认为他是继承这个春秋 这个传统下来的 所以他那个写史记的时候呢 他写到春武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写春武 春武他讲春武的战功 就是一句话 春武前面重要的 龙莫重彩 主要在写的什么 写他怎么训练那个宫女 对不对 这个你们故事知道的吧 就训练那个宫女 说那个宫女让你们这个 让你们向前就向前 向左就向左 要扑 齐 这个全部都要训练 然后一开始就说 这个让他们前进 然后那些宫女都不理他 不听号令 哈哈大笑 然后他说我再给你们讲一遍 我什么指示 你们该怎么办 然后说明白了吧 明白了 然后再这个宫女 还是不理他 不理他 最后他就把领头的两个 拉出来给杀了 要杀 要杀 然后那个 这是在 就是 那个 五国嘛 对吧 五国的国君 一看以后 这个非常的紧张 因为他可能特别喜欢 这两个宫女 就说别杀 然后这个春武就说 这个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就把这两个杀了 杀完之后呢 说这些宫女 从此就完全听话了 让他们向前冲就冲 这个无不如意 就指挥无不如意 让他们怎么 怎么 怎么 怎么举动 就怎么举动 然后这个 这个写了很长一段 然后最后就很简单 就讲这个 孙武带来军队 怎么怎么 获得什么战功 如何如何 这一句话就带过了 所以 那实际上是让你知道 就是说这个 像他这样的人 能够把这些宫女 宫女以前是不上战场的 这些 这些女子都训练得 那么的听命 那当然指挥如意 那当然上了战场 就没有问题 所以这种剪裁 你看他这个祥略 他实际上都是有 这是一个传统 中国传统人员 非常之多的 那个 都是一段一段的 这个事情 几个事件 井然有序地安排下来 而且呢 往往都会有细节 往往都会有细节 细节的表现 第二个呢 其实他对于这个 你去看 他当然这个对 人心啊 是有 窥见的 从文学上来讲 那个中国的 包括后来中国的小说 有些都说 中国小说不太 做大段的 不像四方近代以后的 那些小说 特别做大段的心理描写 他可能不太做心理描写 但那个不做心理描写 实际上不表示 他对心理没有 人的心理 人心 人性 没有了解 没有这个 这个所见 没有所见 他其实是有的 其实是有的 他会 这个 但是都通过那些 一些动作 通过一些事件 你可以通过这些动作 和事件去 窥探到这个后边 说 说 说 那个人 这个整个历史事件 后边的人心 和人性的那个动机 可以让你知道 其实有些人 最隐秘的一些 心理活动 或者他的心理取向 可能会影响 这个历史 有的时候会影响历史 你比如说 左端一方块来 大家都知道 那个故事 我想也不忘了 跟我说 就是那个 郑伯刻段于焉 对不对 郑伯刻段于焉 就是那个 郑伯和这个 悟生 和那个 他的段 他那个弟弟段 两个人之间斗争 为什么斗争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他母亲 他们的母亲 生这个孩子的时候 是 这个悟生 是这个 不是头先出来的 就生孩子的时候 所以他母亲吃了苦了 我们现在其实 用最一般的理解 就是 就这么回事 就因为他 生他的时候 是倒着生出来的 不是按照常理 所以他母亲 受苦了 受苦了 所以他母亲 一直心里面 就对他不喜欢 就有这么一个 说到底就这个 所以他就喜欢 那个小儿子 那个段 然后就拼命扶持 那个段的姿力 然后两个兄弟 就有各种各样 构心豆角 然后你看那个 就是这个 郑伯 郑伯也是非常的 那个人 就一开始 母亲提什么要求 他都满足他 都答应他 人家说你不能这样 他要造那个宫墙 也要造得很高 很大 他都让他去 他那个成语 就里面出来 这个多行 不以弊之地 让他去做 这个也是将故取之 必顾与之 这个老子的这个话 就是放他这样去做 到了一定的时候 一举把它给消灭掉 那这里面的这种 这种都有 当然后来这个郑伯就发火了 就是这个大儿子就发火了 所以以后就跟他父亲 再也 跟他母亲再也不见了 再也不见面了 不见面了 那怎么讲 就是说 那个国君和他的母亲 不见面了 这个事情 但到后来他还是 两人还是想 因为母子还是有 虽然当时误生 虽然有这个兄弟 两个人的这个惨剧 互相之间争斗的惨剧 所以还是要见 见了 但是他说 讲过嘛 他说我这一世不再见了 那怎么办呢 后来就 那个大臣就想个办法 给他挖了一个地道 在底下 这个是黄泉之下 这个 在地下 这个不算是 地下好像 就是另一世了 另一世里边相见 所以你看这个里边 曲折 他没有讲这个事情 他就在叙述 他没有讲这件事情 在叙述这件事情 把这个事情叙述 你看了都 一件一件事情 环环相扣这样 发展下去了 但是你可以去推你 可以推测 从这里面就推测 那个人的这个心理 包括他母亲的心理 包括郑伯的这个心理 包括后来他两个人 母子要相见的那种心理 包括那个大臣 能够洞悉他们两个母子 最后 终究终究是母子的那种 那种想 最后还是想和解的 这种情绪 他给他提出 这样一种解决的方案 所以这些地方 实际上都是可以去 去推你的 而且这当然是 这个里面你很难 而且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里面 你可以去看 你很难判断 这个里面所谓的善恶的问题 很难判断善恶 就是后来有一些小说 这个 就是我当然不是说 那个最好的那些作品 有一些小说 后代的一些小说 痛楚小说 它的是非标准 它的道德的判断 是非常的清楚 非常清楚 这不是说不好 但是实际上就是简单 实际上人心理 是非常复杂的 就是这个人的一生 这个其实善恶是交织的 这个是悲心交集 善恶交织 你不能讲绝对的好 还是不好的 你比如说 他这个母亲 你说他这个物生 他大儿子生 他这种心理有没有 你很难给他 做一个价值判断 对不对 你从那个效果上来讲 造成这个郑国 他们兄弟两个人 这个打仗 难免可能要消耗 自缘 难免可能要死人 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是不好的 对不对 但是他母亲的这个心理 你说到底 他生产的时候受苦了吗 他不喜欢 他喜欢后面一个 你说他是善还是恶 你说他好还是坏 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的 这个谈不上这个善恶 他这种复杂性 他有很多实际上 我们都可以去体会的 所以这个左传里边 所以当我上提到 这个鸡川 鸡川姓次郎 鸡川姓次郎 曾经和柳田国南 柳田是非常有名的 也是近视的 日本研究 民俗学的一个大师 他们都是认识的 他们两个曾经讨论过 说中国文学当中 从什么地方能够看到 什么是恶的文学 曾经讨论过 什么是恶的文学 有的就提出 所谓恶的文学是 金平梅是恶的文学 但是实际上后来 他们就说 真正表示恶的文学 实际上是左传 他理由是什么 柳田国南曾经提到过 他说他曾经彻夜单读左传 彻夜就是在那读左传 为什么 因为他活龙活现地描写了 复杂又复有变化的 为恶所驱使的人的智慧 为恶所驱使的人的智慧 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 有非常的复杂性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我觉得实际上可以推考 可以看到人心的活动 这种心理的感受 可以直接影响到 国家的政治历史 那些心机 包括郑伯 郑庄公的心机 他都可以看到 这个方面 其实在 春秋那么简锐的文字里之下 你是没有办法了解的 没有办法了解 他不会展现这个方面 然后 当然还有说 就是说这个 一个人物的行动 一个人物的行动 左传是一个 现在呈现的面貌 是一个编年史 是一个编年史 但是如果突破 关于年代 因为它是一年一年 逐年即逝的 如果超越 以年为单位的 这样一种方式 如果连缀在一起 实际上是可以看到 一个事件的 一个长时段的 一个事件的发展 就是人物性格的 这个里面特别重要的就是 后来那个靖文公 就是五霸之一 靖文公的经历 他曾经十多年 在外边流亡 这个流亡生涯 然后慢慢慢慢 怎么成长起来 所以那个 从而 公主从而 他怎么慢慢成长 这个靖文公的 流亡生涯 怎么能成长 这个你们如果去看 这个史记 关于史记的选 这些选本里面都会有 当然你直接从史记里面 也可以读到 那个我上次提到过 朱东任仙的 这个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左传这一部分 也是选的 这个都是经常会写到的 他慢慢怎么从一个 就是说流亡出去的人 最后回到靖国 然后最后完成他自己的 整个成长的过程 十多年的成长的过程 非常的 实际上你把它 突破这个时代 年代的限制来讲 是相当的完整的 这个在某种程度上 是类似于什么呢 我觉得 这可能是不恰当的类比 近代西方小说的成立 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近代西方小说的成立 基本上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的成长 实际上是 基本上是围绕一个人的成长 比如说 要讲近代西方最 第一部现代的小说 现代意义上的 所谓Novel 这个长篇的作品 是这个唐吉赫德 唐吉赫德 唐吉赫德实际上是一个 它是一个奇史故事 但是奇史的之前 就是像流浪汉文学 这些因素在里边 实际上是这么一个人 他一个个人的一个漂泊 他走到一个人 走到一个外边的世界去 面对这个外边的世界 当然唐吉赫德是活在 他的这个怎么讲 就是读了很多奇史的作品 之后 这个可能有点分不清现实 和这个文学的边界 他是像是 那个拿生活当作文学 或者说是文学 或者说生活模仿文学 是这么一个人 但他走到外边的世界去 他有碰壁 他有成功 他有渴望 他要去实现 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近代小说 一个很重要的 都是这样的一个中心 都是你可以分析 很多的小说里边 它实际上都是有这样一个 一个个人的一个成长的 一个故事在里边 比如说像托尔斯泰的小说 也是这样 托尔斯泰你说战争与和平 他在写什么 你当然可以说 他是在写俄国和 就是俄法战争 写拿破仑的战争 对不对 但这个里面 实际上那个主人公的 那个成长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一个人走出这个 就是出门在外 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面探索 成长 最后完成自己 这个当然 我这个讲大了 这个左传没有写静公公 写这个公子从而没有 当然没有这样的意义 但是在形式上 实际上是有类似之处的 所以这个静公子的 这样的一个生平活动 你去看 其实还是可以看出 这样一个人物的 一个资本 比较完整的一个雏形的 这些方面 那么当然了 你其他这个不用多 不用说的 就是说它可能有 虽然左传是 基本上可以讲 是一个济世的书 它是围绕着像济世 济世的春秋所做的一个书 但它里面的言词 也是记载了很多 很好的这些言词 有些段落 我想大家也都了解 像朱姿武对退秦师 怎么谈论 怎么言说的这些方面 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精彩 那么这个是 基本上可以说是济世的 那如果说济言的部分 一个就是国语 就是关于国语的事情 国语是基本上 它的时代 跟春秋的时代 春秋时代 基本上是一次的 就跟左传这个时代 基本上是记载的 同样一个时代 它一共是分了 它是一个国别的书 以国分分别的 记了这个八个国家 记了八个是 周 鲁 齐 静 正 楚 吴 月 一共是八个国家的这个事情 这个一共是二十一卷 二十一卷 这个基本上可以讲是一个 如果说春秋是智世为主的话 它实际上是 是智言为主 智的很多这些 所谓智言 那么智言 这个其实并不 这个一共二十一卷 智了八个国家 但这个并不平衡的 这里面部头最大的部分 实际上是晋 这个晋语部分最大 晋语大概有八卷 九卷 晋语大概有九卷 所以有的人认为国语这个书 是由于晋国的史观 所以编串起来的 但是恐怕也不能绝对这样讲 因为从文字上 如果你们去读一下 这个实际上是各自不同的 就是各国的 不同的国的国语 这个记述的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当然有详略之别 但是这个风格 这个语气实际上是不同的 可能是原来就是有不同的 各国的这个史料 把它收集在一起 编程的 那么这个编程的 而且因为各国的 不同的来源 它各国的事情 涉及到的事情 涉及到的言行 也是有侧重的 比如说这个祠 祠语 祠语记得最多的 就是写这个管仲和齐桓公 那就是春秋五霸 第一个九旷诸侯 一和天下的这个管仲和齐桓公的事情 记得比较多 敬语比较多的 实际上就是前面说的 这个所谓这个敬文公 这个公子从二的这个故事 记得比较多 那后来这个吴语和粤语 吴语业语呢 也是这个国语里面 比较重要的这个部分 这个呢 更多的是记 就是吴越当时两国争霸的事情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两国这个吴越的这个恩仇 这个 吴越两国的这个 互相的这个 复仇 互相的征战 忍耐 最后这个又大翻盘 这样子的故事 这个记这个两国争霸的这个事情 比较多 所以它实际上是不那么平衡的 就是各国的国语并不平衡 从量上并平衡 技术上 风格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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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语气上也有差别 而且呢 这个各国的国语 这样它是有侧重的 相对有这种记得多一些的 这当然我前面说了 它主要是以这个计言为主的 那么一般后来人家评这个国语呢 如果 因为它跟这个 左转嘛 是差不多同 处理同一个时段的 那么一般讲这个国语比较什么 比较质朴 整个的风格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质朴的 而这个呢 左转呢 说这个左转比较负宴 这个就是你们去读了你就体会吧 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而言的 这个什么叫做负宴 什么叫做质朴 这个反正都是比较的 这个 就是人家说什么叫 李白叫飘逸 杜福叫成欲 什么意思 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钱东东先生你很聪明 钱东先生说 他那个 他文章里就讲的 中国人觉得特别直路的 直直嗓子大喊的东西 外国人一看你还是很温柔的 这个还不是那个 是任何事情都是比较而言的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左转和国语 比较了来看呢 可能是有这样的这个差别的 有这个 可能有这个 会体会到这样的差别